Hello 我是李超叔叔 闲聊玩音乐 最近几个影片我常常被提问到 关于风格的事情 那因为这几首歌我走的都是比较阴暗 比较毁暗的风格 那当然也有得到一些比较负面的评价 其实也不是最近而已 这些年都有 比如说装模作样 无病身影 处心几率 反正就是装生成了 那确实是 有一些歌它本来就是 我在那个时候就想装生成 那这个影片我会继续谈论 关于风格的问题 对你不一定会有帮助学习 但是你可以把它当作单口相声来听 或者就当作闲聊 或者是睡觉前听一听就睡着了 因为就像我睡觉前听郭德纲一样 听一听就睡着了 首先风格它没有对错 也没有优劣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品位 就像我上个影片讲的 动词大词 这个风格这个节奏当然听起来 律动比较土 但是它非常适合跳舞 因为它很规则 而 这个风格就不适合跳舞了 你说你知道 因为它是比较深沉的 一四七 第二个弱话 所以每一个人我觉得在翻唱一些歌的时候 你都可以试试看用各种风格去翻唱它 来感受一下 因为如果你圆圆版版 圆圆本本的翻唱圆版的 其实也蛮无聊的 但是也没关系 这也是一种乐趣 就是我并没有贬低圆版 圆版当然很棒 圆版当然棒了 要不然它干嘛叫圆版 是我们不棒 我们是唱不了圆版乱来 当然不棒 那这里面有几个看法 就是你要找对的场合来做对的演绎 比如说深沉的风格 你就不能在很欢乐的场合来这么一下 要不然你就是破坏气氛的人 所以是快乐的时候就要弹快乐的歌 就是要快快乐乐的 那如果是很另外一种场合 或者其实场合也不是二分法 什么深沉与明亮 它其实有很多很多可能 你都可以在过程中去尝试 那这里又讲到另外一个词 就是眼高手低 有的学生他会跟我讨论的时候 我会给他这个词 这个词并不是负面的 相对来说 它其实是正面的 就是每一个人学习都是要眼高手低 就是说你看得很远很厉害的地方 但手还跟不上 那这就是一个目标 就是说你的品位先到了那里 但是你的手 还有你的学习还没到 所以你的眼比较高 手比较低 你就要去慢慢地琢磨 我也是一个非常眼高手低的人 有一些风格的音乐 我在二十年前我就已经收藏 我准备要学 那时候我刚学吉他 其实也不是 我学吉他大概二十五年左右 那个时候我就想要攻破 攻下这首歌 不知不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 还是没攻下 我的眼那么高 手还是这么低 但没有关系 它就是一个目标 你就放着 所以眼高手低这四个字 不一定是贬义词 所以大家不要太担心 听到的人也不要太难过 那反之眼低手高呢 眼低手高就比较奇怪了 就是说你的 你的见地或你的品位比较低 但是你的手却很厉害 有这种人吗 可能也有了 但是我不知道 我觉得不太多了 一般来说都是眼高手低了 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些 额外的诠释 我就忽然想到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眼低手高的例子 我大概四五六年前的时候 还常常在咸鱼上卖东西 卖我的吉他 现在我当然不做这个事情了 因为二手物品真的很麻烦 我已经很多很多年 不做这个事情了 但是当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有一把Ovation的吉他 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它 这个龟背很滑 一直会掉 然后问我的人 其实问我这种Ovation吉他 多半都是Beyond的粉丝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一声跟Beyond粉丝 好像八字不合 常常会有冲突或者吵起来 反正他就是 对我卖那把吉他 里面一个小饰品 非常的不满 当然还有一些后续 不过他当时的不满是这样的 他说你为什么要假弹 然后我就吓一跳 我有假弹吗 因为其实我没有假弹 我就是 大概是播一些这样的和弦 然后他可能看了这个画面 然后看了我的手跟这个声音 就觉得我是假弹 那我得说 他当然不是假弹 因为弹得这么难听 为什么是假弹 可能他觉得太好听了 一般来说假弹 就是说你看一个画面 然后觉得他声音太好了 不像是你弹的 你是假弹吧 或者有个人照片太美了 说你这个是假的照片吧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 动作太厉害 说你这个是假的吧 是特效的吧 就是有这种人 会批评人 就是说你这个是假的吧 但是一般来说 他讲这个话的时候 意思就是 你这个表现是不是太好了 我不相信是你做的 那我得说 我那个视频其实 并没有弹得很好 因为你知道咸鱼 在那个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比较好 但是在那个时候 如果你要拍一个小视频的话 你得手一直按着 然后弹 然后你放开以后 他才会停止录制 他没有办法说 按一下就录制 然后再按一下停止 所以我为了要两只手弹 我要用什么按你知道吗 我要用脚趾伸过去按 我在收集 所以就像李雪芹说的 我的注意力 大部分在别的地方 所以我的表现不好 请见谅 我那个视频的手 大概只用了 我10%的功力而已 其他90% 都在控制我的脚趾 拇指在按那个手机 知道什么时候 按什么时候放 因为脚趾实在太难控制 而那个跟我交流的 比样粉丝小哥哥 他后来继续交流一会儿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我这个弹的 不太像我应该能够弹的 这种程度 他觉得 这是弹得太好 然后 然后应该是假弹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这也无可厚非 没关系 因为他可能 没有看过太多人弹吉他 所以 他以为这样就弹得很好 当然没有很好 但是更惨的是 我发现就是 我那时候有一个特性 我会想要点进去 按他的头了解一下 他这个人 点进去之后发现 我那个天啊 他卖的东西 全都是超级贵的 吉他和音箱 都是 他自己收藏的 都是我舍不得买的 太贵了 Fender的Masturbute 或者是 Gibson的什么什么 我都忘了 太久以前了 我就想到了 这个就叫做 眼低手高啊 他没有看过太多人弹吉他 觉得我乱弹 他也觉得我弹得太好 以至于怀疑我是假弹 但是呢 他家的吉他 我看了我都流口水了 太好了 都是我梦寐以求的东西 但是太贵了 我舍不得买 好 这个影片对你可能没有帮助 就当做闲聊聊天一样 还喜欢看我聊天的话 也可以跟我说 我们继续聊 其实我有一大堆这种 蛮好玩的故事可以分享 好 就这样 拜拜 拜拜